嗨喔 我們現在 我又發現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風扇其實沒有跟我們的塑膠卡得很緊 所以我們在整個組裝完成之後 它還是會產生一些奇怪的 風扇塑膠 跟我們的燈殼塑膠 碰撞的一些奇怪的 噔噔噔噔的聲音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把它拆開來 我們還要把我們的風扇下面加一些這種 汽車防滑墊 然後把它墊在下面 看看會不會改善我們奇怪的震動問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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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搞定啦 好啦 那我們加上吸光油改善 因為我們現在風扇是卡在裡面 不會自己掉出來的 OK 再來把它裝回來看看囉